My best My best Why Hi everyone So because I think I put Chinese as a language for my talk So I don't speak in Chinese Yeah 我的那個 所要講的那個標題就是 Universal Payload 所以什麼是Universal Payload呢 所以剛才你也是聽到之前那個講者 他不是講說很多那個 Boot Firmware 然後有什麼Uboot 有什麼Uboot 然後又去Risk File 就是講說那個 要專注的就是那個booting的process 就是那個 booting的process 所以你看基本上 其實Uboot也是差不多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都有不同的那個階段 那個boot的階段 對不對 因為他是流線型的那個boot階段 所以那個boot的階段 首先要了解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叫Platform Initialization Phase 所以Platform Initialization 它的意思就是講說 你要像你的一個主機一個板 它有像GPIO Sensor很多那些板上 基本的那個Specific的那個Design 跟Configuration 就是那些板上的設定 像每個廠家它的板 它的設定不一樣 可能有兩個USB 等下有三個USB 對不對 所以那個板上的設定呢 很多時候都是在Firmware 先要做好的 因為Firmware需要把它初始化 所以那個設定很多都會在這個 叫Platform Initialization Phase 都做好了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叫Payload Phase 就像說你要boot去那個boot device 你要boot去USB 你要boot去SATA 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還要做一些 一些driver的初始化 一些在這邊做好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帶你們給你看 所以你有了解這兩個concept 對不對 這兩個concept 所以你給你介紹一下 現在的主要的那個boot的solution 所以剛才有提到的就是Uboot Uboot就是大部分的用在ARM 或者是reisfire的interface 然後EDK2 也就是時常 UFI EDK2 也是在你的電腦 全部都是在用著的EDK2 它90%的code都不是open source 就是很遺憾的在你的電腦上面 它的code都是在廠家 它都不是open source 所以這個就是EDK2solution 然後還有呢 第三個就是我們昨天一直主打的 就是一個call boot 的那個boot format solution 所以就提到 剛才講的 這個就是platform initialization的face 所以他們要去下一步 就是那個payload的face 所以payload也是有不同solution 所以變成你看它可以plug and play 就是說你可以用這個call boot 或者EDK2 然後你可以boot進去Linux boot Linux boot Linux boot呢是一個 Linux的那個小型的那個kernel 就是簡化版的kernel 然後很多時候會在server的場景用到 像那個大型server 為什麼呢 因為server它不需要boot那個windows 但是它很多那個tools 就是那個format的那個相關的 它是testing的tools validation tool 很多的時候都在Linux都要跑 所以它就不去Linux boot 就簡單很多 所以這邊我不會deep dive into 我這些solution 你們可以自己看 所以今天要focus就是想說 你看每個它有不同的界面對不對 這個用這個去這邊 它用ftt叫flattened device tree Hop就是UFI 它自己獨有的那個data parsing infrastructure 所以這個就有時候你要把你的資料 從這個部分要拉出去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貨車 你可以用那個飛機 你可以用貨車 你可以用船什麼都可以 所以每個人它有它自己的船 它有它自己的那個飛機的那個format 然後coreboard呢 是用自己coreboard table 所以這個有延伸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像說 firmware是一個非常非常技術的東西嘛 你要的作用什麼 就是你把電腦boot起來 然後跳進OS 然後OS才就可以做自己要做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firmware的最基本的那個原則就是 越簡單越好 所以變成你的廠商有這樣多不同的那個firmware solution 變成你看會越來越複雜 所以現在你看firmware 會becoming complicated 就是它變得複雜化 所以這樣就變成 你違背那個原本要的原則 所以要怎麼辦呢 所以你們都知道現在USB已經聽過很多次嘛 USB 所以現在最流行的是USB-C 對不對 所以USB-C你block and play 所以你的電腦可以charge 然後你的電話可以charge 很方便 連那個Apple都要換去USB-C 聽說 所以我們在firmware就是要create一個新的那個 common的standard 就新的那個標準 我們就只要這個unus的payload 這個就是現在的標準 就像那個USB這樣 不管你用什麼payload 你要用什麼杂浪 那個payload都好 你都可以通過這個標準 來把你的訊息 或者把你的那個資料 因為你的那個platform 一定有一些訊息的嘛 他要把這個信息 pass去你的payload那邊 所以payload就可以有你的platform的信息 然後來做下一步的那個行動 ok 所以你了解這個concept 這樣我們要用什麼標準呢 我們可以用hawk 因為他已經在那邊了 但是 或者我們可以用cobletable 因為大家都是心之有年的那個一個標準 為什麼我們不要可以共同使用這些標準 但問題是 標準的定義就是 大家都可以接受到標準 問題是呢 這個牽涉到一個政治的問題 所以 你這個community已經用了 這個標準已經用了 心之有一點 你憑什麼 需要用他的標準 憑什麼他是最好的標準 為什麼我不是最好的標準 所以大家都在吵著 為什麼 所以他們在吵著 要不然我們定一個新的標準好嗎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的問題 然後我們也看到 因為每個標準都有每個自己的問題 所以這個會夠比較technical一點 像UFI 它一直用的那個標準叫hawk 它有它的limitation 像它有那個64K limit 因為它 它那個UFI的那個structure 它是64K limit 然後2 byte size entry 然後 它還有一個常常代表那個GUID 就是你要生成一個GUID 如果你用 你有自己寫過EDK to code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GUID是一個很麻煩 很複雜的那個process 為什麼你一定要生成不同的GUID 而且是很長的那個tag 你可以用那個單單可以用很簡單的tag number 就可以代替了 然後至於quabu呢 quabu這個table已經有10多年了 接近應該是有20年歷史 沒有錯了 它的tag呢 是用這個叫lb underscore tag 然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那個標準呢 就叫做那個data 它不能夠 簡單的讀出來 從另一個hardware那個讀出來 就是假如這個是 這是一個問題 假如你是firmware engineer的話 engineer的話 對不對 你從platform init 你boot進去那個payload的時候 你發現為什麼boot不到 為什麼會有問題boot不到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去debug一下 看你傳送的資料是不是對 所以變成call boottable 它在這方面就有一點缺失 在這個方面 在讀取 在容易那個 解析的方面就有一點缺失 然後還有些人不喜歡 就是因為那個cobletable 它是gbl license 所以變成你 你不能把gbl license code 放推進去那個ufi 然後作為那個主要的媒介題 所以這個是主要的問題 它有technical的問題 有政治上的問題 然後我們要找一個那個language 叫self describing 什麼意思是叫self describing 現在你有知道那個 你們有過json對不對 像json的format是不是很簡單 你看到這個format寫 然後這個format是什麼 然後這個format 然後下行什麼 所以變成你要讀出來它的那個data 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我們要把這種 簡而易形的那個方法 也introduce去我們的firmware裡面 然後我們也不要bound by anything 就是你可以用c 你可以用rass 全部都可以共同使用 都可以寫出來 然後就像我剛才講的這些 都可以容易debug 然後都可以容易pars 所以這些像這些都是我們從platforminit 要pars去payload的data 像memory map 像剛才有提到那個uBoot 還有很多memory memory map 你的memory在哪裡 你的layout 你要pars去你的payload 然後你的tooling 這些version 然後很多這些debug的東西 frimbuffer 就是graphic 初始化的那個資料 所以你要pars去下一個stage 然後那個payload才能pars去OS 所以我們找一個 所以我給大家講過 簡而易形的那個方案 讓大家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開心地接受 所以是什麼呢 然後 我們要把這個 當我們討論這個方案的時候 我們要把那個 遠光放長遠一點 問題不是單單在payload這邊罷了 不是在那個payload跟 我們還可以說OS 你從firmware 像剛才看到有不同的那個firmware solution 你要從這個firmware 你要把這個datapars去OS 像Linux Linux還有那個windows 你有沒有一個standard 可以讓他們更好使用呢 目前市場上有的是 UFI的standard 但是UFI standard 它有它的局限性 然後它有它的複雜性 所以我們那個firmware committee 也是在想著有沒有一個共同的 更加簡單的方案來使用 然後還有不只是OS 還有一些binary 像你的firmware 你會穿插不同的那個binary 在裡面 像例如剛才講的 OpenSBI 也是其中一個binary 如果你還記得剛才它講的話 之前那個講者講的話 它是u-boot 然後挑進去 那個openSBI block 然後再挑回去 那個u-boot的一個方案 所以你要這些挑一挑去 如果有一個共同的標準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更好用 所以我們就講一講去 就決定了 我們只用這個方案 叫flattenDevice3 就是目前u-boot有的 然後這個FET 它也是薪資有年了 然後它在那個EDK2 跨步跟u-boot 然後你們想像 如果你們是那個 你們有develop過firmware的話 你們看過Device3吧 就Device3 就是它要把那個Hardware的東西 Describe出來 是非常簡單 一看就懂 所以為什麼我們 Go後選擇 是用這個Device format 現在你可以用 現在可以講 Binary跟那個Pindex 都可以使用 然後這個是 就帶過一下 這個像一個簡單 那個FTT的那個format 你看 你這樣讀出來 這個Memory在哪裡 然後這個Device它是什麼 所以變成 你要develop的話 變得很容易去 那個使用 然後 這是目前 這是之前 我們有的那個 做的Proof of Concept 我們來做這個 這個等一下我會帶回來 然後這個是也是 該講的其中一個 因為Intel 你用Intel的那個版的話 你有逃不過一個Binary 叫FSP 就是Firmware Support Package 就是它把它 一些主要的Intel 不能夠公開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秘密的那個 Code 都把它丟在這個FSP裡面 所以不管你不去FSP 你不去Intel的那個 Silicon 你都需要使用這個Block 所以變成使用這個Block 它很麻煩 因為它 它的介面 它的介面 它的介面的使用方式 非常Proprietary 然後非常難用 然後你每個FSP 你挑去新的Version的話 然後你就要重新寫過 新的那個Data Entry 那個Header 你要重新新的那個Header File 所以變成非常Not Flexible 還有局限性 所以你看如果你用那個FDT來包裝化 你可以看到非常簡單的那個看出來 FSP 然後這個設定 然後你要設定什麼 是不是很簡單對不對 如果你是個Firmware Engineer 如果你有這樣的那個Format的話 你要做的Development會事半功倍 然後就講完那些Tech那個東西 現在就講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那個合作成果 因為這個牽涉到的東西很廣 很層面很大 你有包括Risk 5 有包括那個Arm 有包括X86 就是Intel跟AMD的版 所以我們是一個人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我們 我們就跟Intel 主要是Intel一開始 有時候配合作 所以我們跟Intel一開始合作 還有跟Google Arm AMD 還有那個Revo 是一個新創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嗎 這個在台灣好像看過他們 正在那個新的公 他們正在找人 那個是前幾個月前 Revo是一個新創的那個Risk 5 的那個Server公司 如果沒有錯的話 但是他們還沒有release任何產品 然後還有西門子裡面 可以知道西門子 所以我們 這些engineer 大家重新協力 就一起develop這個 interface 然後這些裡面有步伐 有好像Intel是專攻EDK2 然後我們是專攻Coreboot 因為我們在Coreboot 有一定的那個知名度 然後Arm跟那個Google 然後他們也是就負責那個Uboot 那邊在那邊努力 還有AMD還有其他都進來 Revo就有這些solution 他們至於他們那個 他們有沒有open SPI 我就不清楚 但是他們也是在自己的那個 加入這個界面的討論 所以呢 我就看這個time line 這個就是從去年開始time line 所以你看 從去年3月 就可以開始討論 你看Initial Discussion 跟不同的committee 討論起來 然後 我們那時候還有那個 想法 就是我們在選擇用什麼 標準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一個想法是 要不然用CBall吧 CBall要不然好不好 因為CBall也是一種 也是其中一個 self describing的那個 data structure 但是CBall它 是簡單 是好用 但是問題是 你要把一個新的library 來introduce去 全部existing的那個 former solution 的那個committee 你變成你工程很大 當你要同一個標準 所以工程太大 變成你的那個目標 放得太高 然後變成更難達成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所以我們會選擇那個FTT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看 這個幾個月幾個月 不要講 所以到9月 所以這個9月 我們以為 我們去年那個presentation 就已經好了 然後10月 10月就可以收工了 但是 夢想很 什麼 什麼現實很骨感 那個叫什麼 那個全部叫什麼 夢想很 什麼 夢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看這個相差了 接近一年的時間 因為 每個community 他們有自己的那個 講好聽 叫原教旨主義者吧 所以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那個原本的Native 就是最好的 為什麼我們要 使用一個新的format 為什麼要使用一個新的format 有什麼好處 使用一個新的format 所以就花了很長很長很長的力氣 所以 來說服 你不用說服全部人 像選舉這樣 你只要說服超過一半的人 你也知道這個遊戲怎麼玩 然後 所以我們說服那個關鍵人物 就是 跟他們講說 用這個那個 standard是好的 然後我們也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也調整了我們的那個 因為我們有一個 Google 我們在Google Doc裡面 有共同的那個specification 那個是有 應該是有30到40面吧 的那個specification 所以我們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本來 我們 妥協的 一大部分 讓大家的那個community 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 所以我們妥協很多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先把1.0推進去先 所以你USB嘛 USB1.0 是一個非常不完美的方案 但是你慢慢得到USB2.0 3.0 然後就慢慢推 所以我們 也調整了很多 根據那個縣市的考量 調整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在那個 下個月 我們會 publish去open 是open source的 在publish 那個 最基本的0.9的version 然後呢 0.9過後 我們再 再做一些POC 跟其他的那個 把那個code 將印進去 那個全部的community 然後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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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11月 我們可以到1.0個specification 這個 這個還是希望而已 然後 所以 回到最原點 那個目的就是 讓那個firmware 變得簡單 就是simple and nice 然後 然後 我們的那個cost cup 就是要鼓吹 那個open development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 來的方式 設定一個共同標準方式 來打破每個community的 那個格強 因為每個community 大家都在自己舒適圈裡面 這是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 這個不同的community 他們一起來合作 來制定一個全新的標準 然後 我們就 有一個好聽的 叫by community for community 一個很好聽的說 然後 就像你講的 這個是reusable adaptable 然後大家的一個 一個industrial 的那個 標準 所以 就這樣 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問題嗎 ok 你好 就是我想問說 剛剛講到那個fdt 是可以直接從 Linux kernel 比如說 build出來的那個 device trick problem 過去的嗎 ok 那個是好問題 因為那個dt 它的spec 是 它是現在目前用在 Linux的對不對 現在我們的spec 是 大部分都是使用回那個dt的spec 但是我們因為firmware有一些 特定多餘的 會有一些多的一些data 需要pass 所以我們 是在原本那個dt的標準上 加了一些 新的那個node 加新的一些fuel在裡面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 一旦成熟 我們會upstream回去 那個dt的specification 對 然後過後Linux kernel 它也會 可以add up 那個是 這個就不清楚 Linux會不會add up 不過我們會upstream回去 那個dt的specification 對 因為我剛好就是 之前有 有在測那個 Raspberry Pi 然後 發現到說 U boot 它其實可以直接吃 那個 Linux kernel 然後 bill出來的device tree blob 所以我想說如果說 兩個可以直接共用的話 那就 可以reuse 就是 可以減少很多複雜度 這樣 對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那個 結果 就是 我們也會 會回去OS 然後大家都可以 如果同一個data的話 structure 大家都可以pass去OS 對 對 好問題 我補充一下 因為 那個 U boot 的driver 是精簡版 所以它可能不像 Kerno有那麼多的功能 所以它DTS 同一支 driver 在U boot 跟Kerno可能不見得可以相容 所以通常 U boot 的DTS 都要另外寫 但是它都是follow DTS 是3.0的規格這樣 OK如果沒有的話 就謝謝大家